九五生厮杀激烈 五六三王称霸 代报第一堆 大家好 我是小方 九五花聊完 咱们今天继续开聊九五生的格局 七年前 九五花还是关小童一枝独秀的时候 九五生已经三足鼎立了 最早提及的九五生是 日三三 日天 三字 三十 后来王一博加入战局 凑成了一桌麻将 2016年大言载评选九五四小生 两王加五六直接奠定了格局 2023年九五四大生花再次评选 九五花都换一批人称王了 九五生还是稳定的 两王加五六组合 只不过王俊凯的位置 被靠一部苍蓝爵突袭的王鹤帝做了 所以如今九五生格局 看似稳定 梯队分明 但也充满变数 因为你不知道 哪位黑马代报帝会冲出突围圈 第一梯队 五六三王 五六是指吴磊 刘浩然 三王是王俊凯 王一博 王鹤帝 五六这俩手里拿的都是国民牌 成名早 国民度高 九五四小生平选里 他俩综合推荐率 稳居前二 但同样的 他们的粉丝流量都差点意思 刘浩然专攻电影 唐探系列让他吃够红利 他是第一个 也是现在唯一一个 总票房过百亿的九五生 可惜离开了陈思成 王宝强 刘浩然单扛票房不太行啊 一点到家票房三亿 贺岁党的四海只有五亿 娱乐圈默认电影咖高人一等 刘浩然抛弃剧圈 混电影圈也是定位清楚 但是他最近两年的播出愿不太好 平原上的火焰 我的朋友安德烈 燃东 少年时代全部没播 好不容易抬了步四海 火 还是不烂片 所以感觉他近两年销声匿迹 最大的讨论度就是黄亚坠绪了 狡气取代少年气 于怀绿镜碎了一地 不过现在好起来了 他主演的燃东入围干妈 少年时代定档暑假 又有影后女友保驾护航 能不能在电影圈一飞冲天就看命了 吴磊和刘浩然还是反着来的 同期出名他却在狼牙榜之后 演了一堆不及格的烂片 没能更进一步 家庭作坊劣势明显 不过这两年随着弟弟成年 细路变宽 接具质量也提升明显 背靠鹅场在剧圈混得是风生水起啊 一部长歌行 一部星汉灿烂 阿什勒笋和林布宜两位将军 让吴磊在古偶界杀出了一条血路 步步都有眼睛的高光 但这些都不够让他再次大爆 急于摆脱同心标签的吴磊 就跟三二个长高一样 每年都用角色告诉大家 我长大了快来看呐 结果每年都有人觉得他还是个小孩 其实吴磊的系路很宽 古今皆矣 能骑马打仗也能露肉打球 但事实证明 现在的影视圈演古偶更吃香 今年的爱情而已 有口碑 但数据不能打 结构题材难报 还不如期待一波 他跟赵金迈主演的在暴雪时分呢 吴磊虽然也拍电影 待播电影 有不需此行和草木人间 但说句实话 这种非商业片电影 好的情况是货口碑拿奖 大部分是默默扑街 祝他好运吧 剩下的三王拿的是流量牌 王一博是唯一靠单改 爆出来的九五生 其他是谁单改的 要不训了 要不哭了 要不剧中途上断头台了 陈琴令给王一博带来的红利巨大 一招挤身顶流 影视资源拿到手软 可惜现在 波波一手壮士断腕 将某令从代表作里除名 ZP粉当场崩溃啊 王一博走红后 在电视剧圈大面积失水 古偶剧 电竞剧 古装悬疑剧 行针剧 不辞辛苦的给影视剧吐槽剧 送了不少团建素材 堪称 劳魔典范 如今他头也不回的扎进大萤幕 依旧不忘初心 给大家送上新鲜的操电 长空之王里 发面的脸庞 无名里 绝望的文盲 其实其实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波波一出手 绝对有一首 虽然有关演技形象的潮声一片 但王一博的影视资源 还是稳稳的心肤 毕竟啊 他是乐华上市后 唯一的歌 杜华指定摇钱树 不捧他捧谁啊 流量扛打 所以一博的票房成绩 也还可以 无名九一 长空之王八一 暑期 马上有跟黄博合作的热烈 爱豆转型演员 再转电影咖 王一博这一路 是用资源扑出来的 看似是光明之路 其实没有演技保障 路底下也很虚啊 王俊凯 曾经四大三小里的一小 九五声里 流量一记绝尘的存在 现在逐渐没了竞争力 去年他两部作品 都是影帝张艺抬角 一部重生之门 平分6.7 一部万里归途 票房近16亿 但王俊凯在其中 起的作用好像都不大呀 王俊凯的脸和骨相 不太适合大荧幕 西路也很受局限 他剩下的存货 都是电影 小少年 七四九局 四位 演的角色 也都是小小少年 谁能看出 王俊凯跟 凤威龙 吴蕾 都是99年出生的呢 说真的 我能笑着看 王俊凯唱QQ爱 也无法想象 他跟谁亲嘴 谈恋爱呀 可少年角色又能演多久呢 粉丝的爱又能无限包容多久呢 说一个残酷的数据 王俊凯今年上半年 新增代言是零 商务水平 在一定程度上 也反映着他现在的处境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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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几下王俊凯成为 九五四小生之一的王赫帝 是新进的流量 今年新增代言五个 总代言十五个 以前盘点九五生时 王赫帝积极无名 盘点代报帝时 他无人提及 去年一部苍蓝诀 就让他完成了惊天逆袭 逆袭之后 是圈粉狂嗨 和后续作品乏力的强烈对比 毫无水花的浮屠猿 和收视0.2的战火中的青春 让河帝演技和抗拒能力 完全暴露 而且他们真的还就炸了 别的小生是影视良手抓 王赫帝是剧宗良手抓 苍蓝剧之后 王赫帝的综艺名场面 都远比两部作品更出名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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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赫帝的演员之路 优缺点很明显 只要妆发给力 他古装和现代妆 都是适配的 浓颜高挑 大长腿 形象适配各种题材 但他的演技和台词是短版 至今为止 王赫帝的原因率都是0 粉丝在吹嘘 何滴普通话进步了 心里却也怕他真的开口 不管你什么原因 本座再说一次 不管你什么原因 本座再说一次 存货方面 以爱为赢 好像已经土位预定了 即将开拍的大凤打羹人 倒是更令人期待 郭麒麟 德云社少爷 郭德纲之子 一个一直被忽视的九五升 虽然九五升盘点 老不带大鳞子玩 但他的影视实际 却是一技绝成 主演的两部剧里 这续网剧播放量 军级破亿 热度连续两年 霸榜平台第一 直到今年狂飙才打破 今年播出的平凡之路 收视军级1.38 不多 也就是王赫帝同期播出的 战火中的青春的六倍吧 难得的是 郭麒麟出道至今演的戏 原因率百分之百 这是什么 这是花轿 小姐的 你的 行什么 你是最续 最续就得做这个 最续都得做这个 我不做 你得做 我就不做 接下来 他的存货 还有口碑剧 《庆余年2》 曹宝平监制的 编水往事 可以说 郭麒麟在演员路上 走得不急 但很稳 对他 我只有一个要求 别演偶像剧 对你我都好哈 宋威龙 隐藏的九五升 收视实际第一人 他主演的 以家人之名 下一站是幸福 两部卫视 收视破一 再加上 凤球黄 三部上星剧 都是当年 卫视收视前三 包揽卫视 年冠 年雅 年纪 九五升里的 收视实际里 他这成绩 一己绝成 可惜的是 龙龙实在美丽 但也着实 木头演技 你越是不让我查 就越说明 其中有鬼 我知道 戏好之死 肯定 运偷注意事 偷不了干系 本来 跟于正打官司 还让人 跟着捏了一把汗 但没想到 他浓眉大眼 也当上了 豪门聚序 放上上海影视千金 接下来的资源 应该是不愁了 徐凯 持续白烂的 网播王者 一部 引起攻略 爆出了个徐凯 富衡的角色指数 至今都是 九五升里的 断层第一 用数据说话 九五升主演剧 播放量统计 徐凯是唯一 有三部军级 破五千万的 吴� 王一博有两部 王赫帝有一部 可惜这三部都是2019年的作品 近四年来 徐凯播的电视剧都糊成一团 原生率低到百分之十 但这也不影响他继续拿资源 步步都是男主 步步待遇好到爆棚 跟景田 纳扎平翻 压翻虞书西 钟楚西 徐凯拿着这顶好的资源 却持续性白烂 小方对他的角色印象 除了千古绝尘里的胖头鱼 就是爱的二八定律里的腰间坠肉 而且四次都能成隐身王者 千古绝尘的周冬雨 二八的杨幂 你微笑时很美的陈霄 女主吸引了绝大部分的火力 她完美的隐身 曾经的某宝第一男模 身材样貌一流 资源顶级 奈何隐身白烂 粉丝看了都无可奈何啊 要我说 她的综艺泛怂的片段 都比影视剧绝色出彩 前面提到 王一博是唯一靠单改 爆出来的九五生 陈情令之后 九五生前赴后继的下海 结果一个都没能上岸 他们都有一颗想红的心 却没有能红的命 张灵鹤天公赐福 从开机被骂到杀青 最后直接播出五望 好歹靠苍蓝爵有了一波名气 结果刚火就成了白张事 她的第一部古偶男主剧 宁安如梦 没能等来大爆 就因为配角原衣 零时撤倒 这带爆地的头衔 张灵鹤可能是真的无福孝寿吧 张新成的光渊 播到一半就离家出走 单改红礼没捞到 只留下让人滤镜破碎的油腻 这位艺考之神 嘴上说着不爱流量名利 实际偷偷地下了两次喊 表面营销演技 实际上是芒果精头疼的铺神 两部上星剧收视率都是倒数 巧的是 她也有真嫂子 今年五月被派到李兰迪童游泰国 恋爱实锤 李兰迪委婉承认 张新成一言不发 半夜空降六个粉丝群 和粉丝说晚安 这操作实属迷惑啊 李兰迪真正的荧幕CP陈兴旭 也是单改为火的一员 一个拍一部 谈一部的多情男人 从张静怡到胡宾期 百花丛中过 可要摘一朵 她演的东宫李承尹 虽扎但绝 星落里 陈兴旭的身形颜值过关 但这水牛衣实在让人接受无能 陈哲远在《沙破狼》里 演的一字播不了了 于是愉快地在偷偷藏不住里 当起了油腻嘎嘎 被称淘太子的她 资源不愁 粉丝曾自信放言 远地即将一年六年报 内宇请颤抖 谢谢小方我已经被尬到颤抖了 王安宇 左肩油腻 高中生被埋没 至到游王运动员横空出世 从卑鄙 金晨 杨彩玉 江书颖 王安宇搭遍姐姐 却没一个角色 能盖住她的油腻一击 别的不说 光是长得像胡冰果 这一条评价 就是她演艺道路上 最大的阻碍 然后就是眼熟 但有点胡祖了 曾顺希 侯明浩 简称黑金受难组 两人的外形和演技 台词都还过得去 古装现代装也都能驾驭 但在尚文杰的打压下 多年没有起色 如今已经解约的她们 应该会有更好的发展 丁玉希不算颜值出众 但演技加成下 角色都还挺有魅力和苏感的 接下来的存货质量都看着不错 可以期待一波 零一 腿比命长戏演员 表面上是内云小户户 实际上是外网百万点赞的顶流 只要不碰古装 就是现代装氛围感之神 前三一 郭俊臣 跟零一一样 现代剧魅力远大于古装 看图说话 听我的啊 你们离古装远一点 小牌大耍的邓维 大致作御用男二 每演一部剧播前都扬言艳压男主 结果都败于演技 维帝想要出头 还得看看今年长相思的表现咯 看整体 九五升比九五花存在感更大点 资源竞争也很激烈 谁能称王称帝 就看这几年了 正是青春大好年花 都给我卷起来 这次是青春大好年花